从儿子那出来正好 外甥女今天去大学报到的日子 我顺便去看一下 看大学的环境呀 食堂呀 宿舍呀怎么样 去探探班区 前方路段限速六十 到那 好大好新的校园呀 好多年过去 很多老牌大学都在郊区 盖了新的校区 越来越大和宽敞 条件也好了很多 但是我却有点替十年后的大学们 担心生源问题了 问了一下 外甥女和表妹在食堂就餐 离这里走路得二十分钟 还是得开车 这么大的校园 冒着烈日 从这边到那边也不容易 表妹和外甥女已经吃完了饭 我们就在新生服务点会合了 好久没来过大学校园 新生开学的盛况 真是陌生又熟悉 这算是我们筛选过的大学里 宿舍条件最好的一所了 教授楼已经够新了 还只有这个时候多留一样 其他学校都没得 市场完毕冒着烈日回家 这段时间拒绝了普拉提和网球老师的约克 热得实在不想动了 但还是要在家开着空调 做一些力量训练才行 有些坚持不能轻易中断 否则有可能一中断就再也续不上了 老爸的生日也在这高温的季节里过去了 趁着周末临时决定给他补过一个 好在一贯制妞不喜过生的他 也在家憋了好久没出门吃饭 喜滋滋的同意了 中正两个月 老妈生病以来 我们一家人也很久没有出来聚餐了 借此庆祝一下老妈的康复 和老爸的76岁大寿吧 欢迎订阅 老公对我爸感叹说 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起过父亲的生日 还是生女儿好啊 我身以为然 余生不多 我们都好好的做力所能及的事吧 你别吓了这个 大脑袁份儿 吓死了 我看是给你吓坏了吧 我看是给你吓坏了 你走开我得吓坏了 什么哎呀 差不多 不是 叭坏的 昨 Social Scie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